鐵皮屋掛在半空中搖搖晃晃 地基幾乎已經掏空不見 五號早上七點左右 抬十四線春陽部落至雲龍橋段 大約四百公尺長路段 突然發生嚴重走山 不僅道路下線變形 路面上甚至出現巨大裂痕 讓人看了 觸目驚心 寬兩公尺 長八公尺 裂痕呈現閃電不規則狀 將路面狠狠斷了開來 造成附近民眾往來相當不便 台十四線春陽段連接南投物社 和著名的鶴山溫泉 是當地重要的交通要道 所幸事發當時 並沒有民眾行進該路段 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目前道路已經恢復單向通車 但由於走山狀況非常嚴重 將會暫時停止搶通動作 並儘速進行復健工程 記者綜合報導 在江河旬市場